食藥署一名身材好 長相甜美的女職員 被爆出在下班之後 來到臺北市東區的酒店兼差 引發上級重視 下令要求徹查 食藥署公務員下班後斜槓 在酒店裡兼差 據說這名被爆料的女職員 堪稱食藥署之花 年輕貌美 談吐也很溫柔 是署裡不少男性同仁 心目中的女神 而她平時工作表現算是認真 在酒店兼差的傳聞爆發後 同時議論紛紛 有人猜測她可能是手頭緊 才出此下策 食藥署政風處也火速處分 食藥署證實上週五十月十八號 接獲檢舉後就立即啟動調查 女職員承認她曾多次出入不當場所 但她否認有兼職 而梁整起事件已經嚴重影響 機關聲譽 她也將面臨一大過 兩小過的處分 公務員連政倫理規範第八點規定 公務員除因公務需求 經報情長官同意或有正當理由 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 就算是否認在酒店兼職 但是還是要挨罰 因為根據公務員連政倫理規範 只要是涉足舞廳 酒家酒吧 特種咖啡廳 茶室 或是雇有女服務生陪侍的場所 若沒有正當理由 得先向長官報備核准 否則都算違規 公務員酒店兼差傳聞太離譜 引發風波 女職員被寄過之外 也被調離現職 必必封頭 三選 蔡宇聚 科普生 台北寸部的 三選 蔡宇職了